嗨嗨G媽 The Way Home 回家的貓 沒有意外的話 這一集應該是最後一集了 那Party More 模式呢 之前已經展示給大家看了 然後這一集最主要的是 講一下 資源的 我不是說遊戲內資源 而是有關於這個遊戲的資源 因為真的很少人去討論 但是呢我覺得這遊戲 做得非常好 我也很期待 他的遊戲角色呢做成其他遊戲 而且我玩到現在 現在喔 都可以用看廣告的方式 然後去 繼續遊玩那看廣告可能有時候 是過關卡的時候 有時候是要取甲板的時候 對OK那 Normal模式呢 就是平常模式呢 我目前遺物是先集滿15個 那他的遺物有45個 在我做有一個 影片的下面有一個 黃雲大大 就是我做那個人物 需要什麼技能 做覺醒的那個影片下面 有一個黃雲大大 那他有給很多方向 就比如說他的一些 心得什麼的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做參考 雖然之前有些影片講過 不過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熱心的人 所以要給予很大很大的鼓勵 這樣子那他給的參考方向呢 我這一節會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第一個參考方向是 我不知道怎樣去加入到Discord這個群組 對那大家知道如果要Discord的話呢 你必須要有他加入的連結 那我不知道怎樣我去按到了 對我應該是透過 透過這個 這個 Reddit OK 好那我在這個Reddit裡面呢 加入到了Discord的連結 那Discord裡面其實基本上第一個 他是在講一些規則啦 然後第二個是講一些帳號的內容 第三個是講一些資源 那這個資源呢 目前我看一看 有人要做出他那個角色的那個 強度排行榜 對那可能跟我要等他整個做完 對所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遊戲 非常不夯 可是他做得非常好 好 然後這是Discord的部分比較好介紹 那 如果你到Reddit 你不知道怎麼辦的話呢 電腦版的話你直接按也是一樣 右上角這邊會有一個翻譯 那你把它翻成中文你就可以看得 比較清楚如果你的英文跟我一樣不好的話 那我覺得這邊呢有一個東西 這個 這一篇 其他的部分我都看過了啦 所以 他這個討論頁面 我那個時候在看的時候只有兩篇 然後現在 兩頁 第三頁 第四頁 就是 反正你去找 你找 我應該是 用到最前面給你們看才對 他就在第二頁的部分 可是如果他的 那個排行順序是有誰PO文 他就會把那個 討論連結一直往下壓一直往下壓 好 那你看喔 這邊也有人 分享說 他找到的遺物有什麼 這樣子 那 每一個人會不一樣 好 所以 比較有用的是 像這個最新的 你看他討論真的很少 十天前 這些我都看過了 五天 五天的真的沒有看過 你看那個 只要你看過的地方 他都會 反白 對 好 那就像我剛才講 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就按翻譯 那你也可以嘗試 看一下你知道的單字 對 我刪除和這個 RedDone Download 這個遊戲 但是 所有我的 所以他已經刪除了 還不知道在發這邊 為什麼 好 反正你找到一篇這個 這個 字很多的 Party mode模式的這個 完成的版本 這個類 就是你大概 看一下你會的 英文單字 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完整英文單字 是這個 OK 那他的意思呢 大概是講說 他有做一個完美 完整的那個 Party mode模式 裡面的需要 什麼樣技能做覺醒 然後跟 什麼樣的技能 在關卡裡面符合 什麼樣角色 就是我之前做那些 把他整理成這樣 Excel 嗯 我覺得 就是他也是蠻辛苦的啦 可是 我不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我當初也有這樣做過 可是我覺得 嗯 好像沒有 沒有很好看 OK 好 然後他裡面呢 就比如說 Cheese Kevin 凱文 然後第三個 Lucy 他是按照那個角色 去由左至右 然後由上而下 去排 去死 奶酪 凱文 露西 然後卡斯特 然後捷克 狗狗 嘛 第一排大概就這樣子 那第二排開始 卡爾 嘛 OK 然後 恰恰 OK 好 反正他這邊呢 需要 什麼樣東西 去做 upgrade 然後這邊 有沒有這邊是技能的部分 就BUFF BUFF技能的話 就是他符合什麼 那譬如說這個 有沒有 然後 他你會發現他這邊看有沒有 然後 增加 攻擊的距離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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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這一些 那他這個是比較 完整的 然後多重射擊 就有這些 這樣子 然後 最後一個 痾 最後一個是什麼 repeat the fire 什麼的火焰嗎 突然間腦袋有點當機 剛睡醒 好 反正你們看一下就知道 然後你們把它翻成 中文 反正 就只有那幾個嘛 就是攻擊距離 然後多重射擊 連射 然後 還有 攻擊的 持續 時間 增加 這應該是攻擊 持續 直接增加了 他好像沒有做 很完整 因為我 少看 我看到 Mori 博士 Sophia 其實不是還有一個那個嗎 費利斯 我沒有看到費利斯 所以他這邊少一個費利斯 難怪我覺得看起來怪怪的 OK 反正這個大家也可以做參考 我相信他之後可以越做越好 好 然後他下面就有人貼出就是 他做的這個 這個也沒有做很完整 因為你看他沒有那隻貓咪 費利斯的貓咪 對 那剛才講的嘛 就是 多重射擊 然後連射 有沒有 多重射擊 連射 然後 攻擊範圍 跟 攻擊的那個 時間增加 這樣 好 然後呢 這邊真的沒有做完整 你數一數 因為總共有25隻 那246 80 12 14 14再加6 因為前面這邊有6隻 14加21 才21隻 所以他有4隻還沒有放上去 不過也是可以做一下參考 如果你覺得我做的 圖案太醜的話 你也可以做參考 啊這邊啊這邊 Discord這邊 嗯 然後這邊 有個連結 Discord連結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 任何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這樣子 OK 好 所以 回家的貓大概剩下就是由你們自己去探索 那 如果我有繼續玩的話 可能有朝一日我把遺物擠滿的話 我也會跟大家講 對 那 Normal模式大概就是這樣了啦 還記得要怎麼跳嗎 就是 左上角出口這邊 然後選擇你要的模式 這樣就好了 其他不用錢 對 那這Party mode模式 那到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上一次之後就沒有在玩 Party mode模式 那我之後拿到兩個記憶卡 就假設Disc跟傑森 對 然後剩下的就這些 所以我才說他沒有這個啊 菲利斯 好 然後有什麼 要討論其實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跟我講 然後我可以跟你說 我的經驗是什麼 對 這個遊戲蠻簡單的 所以就算 我不敢保證 我多久會遺忘這遊戲 不過我覺得這遊戲對我來講 真的蠻簡單的 所以你問的問題我大概都可以回答出來 因為 因為這遊戲不外乎就是 你碰到角色 那碰到角色之後呢 我是說Party模式 碰到角色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有這隻角色的圖案 那之後呢你就做升等 升等之後呢 你只要拿到這些角色打完49關 你就可以拿到記憶卡這樣子 一開始有錢的話呢 先不要去升等角色 先升這邊 升級完之後再來升等角色 記住一定要先升級完之後 然後黃金掉落先升滿 升滿之後你會感覺到很大的差異 好 這是 Party模式 那如果是Normal模式呢 你要刷遺物 Story模式 不好意思 我一直講Normal模式 好 那如果你要刷 刷遺物的部分呢 用重關刷 就是這個 最後會打那個大隻武功 這個 我在這邊刷了15個 可是他不是每一場都有 我不知道說他會什麼時候沒有 對 所以呢 我這邊呢 是建議如果說你覺得 一直打同一關太無聊的話 你也可以去打其他關 可是我沒有打其他關 拿到遺物過 有啦有啦 第一關有 第一關有 所以 言下之意呢 他應該其他就是 這島上4的關卡 應該都可以拿到遺物 我不知道 可是你們要做一下測試這樣子 對 那我比較多遺物 都是刷這個重重關來的 好 跟大家講一下 對 看有什麼問題吧 那感謝黃雲大大 就是他是唯一一個 看影片之後有討論的 對 OK 愛你們哦 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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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